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顾爱秀参 这个视频的重点来给大家讲纯技术的一个交流 MI均线口诀 一个是5天均线,一个是13天均线 好,那么咱们直接先讲干过 像MI5天均线咱们前面给大家讲过多次 它的一个作用呢 所有的强势上涨必然是沿着5天均线上行 所有的强势下跌 必然是沿着5天均线下跌 那么偏离5均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参考呢 是属于一,连板的个股 一旦不能连板冲高 那么他就是已经偏离 第二一个 好,那么还涨之后 列宋呢出现急促的上涨 那么他和5天均线的位置 最高价和5天均线的位置 在15%左右 他就可以视为偏离 好,第三个呢 如果说出现线上涨停 列宋呢像5日均线上方出现的涨停板 后面呢不能连板 对应的话呢冲高 他也是属于偏离五均 这个给大家讲的非常细致的之前 好,那么偏离五均的发生的前期 必然是经历了短期的提出的上涨 必然的结果呢 他积累了一定的短期获利盘 那么短期获利盘离场 他导致了有短期技术调整的需求 这也又催生了偏离五均防回头 偏离五均可减持的这样的一个口语 那么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大家如果说提前就能够把它吃透 相信呢在本周会吃少吃很多亏 列宋呢举个例子像盛核资源 这样的个股在这一天 好,这个位置呢 属于最高没有风板 那么呢最高拉升到9.36% 紧急着呢这一天最高冲到8% 而后呢回落,其实呢这就属于严重的偏离五均了 好,那么呢 再结合列宋呢像纸巾框叶也好 那么在这样的几年 他就是一个连续偏离五均的一种状况 那么在偏离五均之际呢 只要说第一偏离五均防回条 第二个呢偏离五均可减持 第三一年偏离五均的状态之下呢 你最起码不要去追高 好 只要说仅仅这一点 你要么少犯一些追高的这样的一个少吃一些追高的亏 第二点呢 如果说能够及时的减了一些仓位 那么呢就能够规避一些风险 好 再比如说呢像洛阳木叶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在这个位置就给他讲到偏离五均 好 那么咱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讲 好 那么呢 均线口诀咱们前面给他讲了 今天呢 再结合本周结合了一些热点的个股 来给他去实战运用 第一个方向形成才参考 符合买点可介入 这个方向形成指的是 五均十三均 一百四四天均线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多头排列 那么考虑到呢 有些粉丝朋友呢 可能是新手 什么是多头排列呢 五均再上十三天均线呢 在下方 一百四四天均线呢 在最下方 然后呢 以这样的一个排列关系 或者说呢五十三 纷纷上穿一百四四天均线 他保持这样的一个多头排列的状态 那么呢 方向形成的时候 才用这样的一个均线的一个视角 因为呢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增浪区间 均线是联合的 你参考均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 那么呢 止损设置不更改 原则止损需坚守 止损设置的话呢 就说在你进场的那一刻起 你就先思考到 好 例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还以圣核资源为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我们来看一看 在一百四十四天均线上方 五军上穿 十三天均线 那么这是一个公正的节点 形成五军十三 一百四四多多排列 好 强势的上涨引入五军 好 偏离五军的防回头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增浪调整 但是呢 咱们再往下面去看 就说呢 在他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军线 头头排列的时候 处在一个黏合或者增浪 那么 军线是没有 就五军也好 十三天均线也好 他没有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 好 那么咱们再继续呢 看咱们这样的一个口诀 好 偏离五军防回头 五军不破可自由 偏离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低息 五军十三 其上走方向不改不换筹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五天均线和十三天均线 他们的一个关系 都是属于相上运行的 这种状态没有改变 不换筹指的是底仓的部分呢 轻易不要丢 好 那么结合呢 像不管是圣和志愿 这样的个股 我们来看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其实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想 哎 这是已经走出来的行情了 你这样去讲 但是呢 咱们从一月十八日的时候呢 一直跟踪至今 在这一天之前 咱们始终的一个观点呢 是底仓的部分 轻易不要丢 那么我们来看 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很好的就能够 第一 好 公正的节点 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第二呢 偏离五军 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识 第三 五军 他不管是怎么震荡也好 其实呢 从这样的一个节点 五军才开始拐头向下 在这之前 他对应的 五军 十三军 他都属于 齐头兵竞的一种状态 十三天均线相上运行 五天均线呢 也是属于相上运行的一种状态 五军 十三 其上走 方向不改 不换筹 好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军线口诀的运用 第一 偏离五军之时呢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第二 经过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缓张也好 还是说连续急速的上涨也好 偏离五军 那么呢浮动仓位当减则减 第三 五军和十三天均线呢 都属于齐头兵竞的这种状态下 底仓的部分呢 可以留着浮动仓位的话呢 哎 偏离了该减之减 好 那么呢 再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像方大探数 这样的个股 我们来看 好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是不是很明显的 例如说呢 五军十三天均线呢 纷纷上升一百四十四天均线 好 后面的话呢 他所对应的一个关系 强势上涨 沿着五军运行 明显的偏离五军 当减则减 后面呢 强势调整 他是沿着五天均线下行的 好 再一次向上反弹 从 他第一次站在五天均线之后 后面呢 连续 这样的一个小鸣小鸣小鸣 这样的一个上攻 他都没有破过 收盘价呢 都没有破过五天均线 那么呢 上停板 线上出现涨停 然后呢 第二天再冲高 只要说不能连板 他对应的就是偏离 偏离之减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去跟踪到 很好的去把握到 好 那么呢 咱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讲 那么今天 有位粉丝朋友呢 其实 修权也是感触 颇多 有位粉丝朋友的话呢 交易的节奏确实比较错乱 列书呢 像有位朋友今天那留言 说的呢 每天看你的视频很专业 今天呢 自己的操作严重失误 最低点割了 绿阳木叶和天山旅叶 尤其是天山旅叶 基本在提停架的位置割肉 没想到呢 今天还冲高了五个点 那么呢 以为圣核资源走强了 然后呢 反手追了进去 最后呢 圣核资源结果 结果什么呢 低停 接近低停 那么问后面呢 应该怎么去做 那么对咱们 更多的朋友来讲 第一个 当你的节奏非常错乱的时候 一定不要过于着急的去交易 也不要呢 你存在任何的这种报复性心理 就说呢 我刚刚犯了一个错误 我立马寄希望于下一个操作 能够把它转回来 因为你的心态已经变糟糕了 不妨呢 当节奏错乱的时候呢 不妨缓一缓 停一停 认真的思考一下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也给大家去简单的讲一下 像今天晚间 例如说呢 像古奇联动当中 期货呢 有止跌的迹象 其中呢 像互同 它都属于这样的一个高开 高走的一个局面 同时的话呢 在今天盘后呢 出来一个最新的数据 像美国的二月份非农数据 就是呢 非就是指的是就业 那么呢 它是好预期的 也就是说呢 在美股开市之前 美股的股指期货的话呢 已经大 已经开始率先上涨 那么今天晚间呢 不出意外 美股已经上涨了 另外呢 在今天盘后的时间呢 像中 这一次 发行 IPO是两家 也说呢 有这样的维稳的态度 不出意外的话呢 那么下周一可能会有个反弹 那么像这两天 调整比较明显的 像 像 有事 有事 已经有事当成同 已经呢 像稀土 那么可能下周一的时间呢 可能会有一个 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么对于 这位朋友呢 给他的一个建议 是什么呢 第一个 交易节奏错乱的时候呢 切记 基于交易 然后的话呢 例如说 像今天 晚上 对应的 期货 有止迪的迹象 互同有反弹 每 二月 非农收军的好预期 这种情况下呢 像 下周的时间 盛何支援呢 如果说有反弹的话 只要说 不是强势 涨停的反弹 那么呢 逢高走掉即可 不用管他未来 另外呢 也是再一次的 提醒咱们 粉丝朋友呢 一定要 按照一定的节奏 就是呢 节奏错乱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在做无用功 那么 像咱们今天给他讲到的 这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呢 均线的口诀 其实呢 咱们前面呢 有过专题的视频 那么结合近期 自己手中的个 或者是最近一周 两周三周 自己的操作 然后呢 再对照咱们前面 给他讲到的 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呢 你只要说呢 对一个方法 一定要刺透它 这样的话呢 第一 你学到 学会这样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 你能够深入的 理解这样的方法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 他可以帮你 规避很多很多 不必要的亏损 好 那么呢 这是咱们今天晚上吃中给他讲的一个内容 就是呢 偏离五军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呢 像五军十三军 齐头兵进的时候 又该怎么去把握 好 那么呢 嗯 还有一些 像每天呢 像修缠也会呢 抽出 嗯 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有的人像私信留言比较多 可能呢 做不到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记得回复 但是呢 但凡看到 嗯 但凡呢 能够 嗯 了解到 也会呢 增加一些在视频当中的一些呃 内容更有针对性 当然能够提示解答的话呢 这是呃 经历而为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再见